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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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列印加速了很多这些教具的诞生的速度 其實我对3D 列印的这个期待真的是 如果要一直讲都讲不完 课本上那种2D图刷得再精美 很多人就是想过头就想不出来 包括我 我2D变3D 其实那条线常常也是突然开开住划不过去 其实在工艺机器的时候 其实它是着重在动手做 因应社会的变迁 因我们电脑的介入 我们科技的一些的发展 很多的概念其实都不一样的 做早期的传统的绘图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工具 3D绘图工具 我们就可以在3D绘图工具直接去做 那我们现在也有3D的预料 以及我们就可以马上去做打印 所以我们可以从设计的概念的想法 到中间的制作 然后到产品处 所以3D绘图工具 我们通过这些专家 他把它设计好的模型之后 这是标准的一个教材 这个东西可以被数损画之后 变成一个电子 这个电子掌 任何一个学生他都有机会 利用一些3D绘图工具 甚至可能同学之间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可以多多简单修改一下模型 就能多达到他们校图讨论 甚至说在学期上面 一些其他 想不到一些学习的校图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把它设计力 把它引导出来 所以呢 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课程 我们又有一些的工具 辅助进来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给孩子 带来很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那我觉得 让孩子可以真的从动手做里面 他还会有激发他想要去创造的那种想法 然后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可以对他们的竞争力 其实是蛮有帮助的